这个星期从传道书二章 我们将讨论如何在当下享受生活 不要为已经过去的那一刻而后悔 因为他永远不会回来 不必担心即将来临的那一刻 因为我们无法控制他 但是此时此刻要全神贯注 警觉上帝的同在 并明白上帝的旨意 但是 我们该如何培养这种 警觉意识的生活 尤其是当我们已经习惯 于匆匆忙忙的生活方式呢 就如任何真正的转变一样 他需要第一 由神的灵带领和神的话指引 由内而外的转变 第二 一个共同寻求转变的 真实可靠的群体和团契生活 第三 有恩典的节奏 让我们过着反思的生活 朋友们 当生活似乎是一个单调的循环时 我们通过反思的节奏来打破这个循环生活 当生活的节奏似乎是苛刻无情时 我们就通过安静 来突破这一点 所以圣经说 要安静 并知道 我是神 而更简化 要安静 并知道 甚至 要安静 而最后 要 要与神同在 要与太阳之上的那一位在一起 传道士二章说 人在日光之下 劳碌 泪心 在他一切的劳碌上 得着什么呢 因为他日日忧虑 他的劳苦成为愁烦 连夜间心也不安 这也是虚空 人莫强如吃喝 并且在劳碌中享福 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愿神祝福你